事業的這個城市 西利換中壢 後來我發現 因為我之前已經上過這個課程 然後呢 我發現呢 好像你可以 像我現在上面的日期什麼格式呢 是西利對不對 那 西利如何轉成 西元如何轉成民國年呢 按下執行 全部轉換 有沒有 99年全部轉換 成功 只要是日期的部分的話 統統被我轉換過來了 那再來會有個問題 那我要轉回去怎麼辦 很簡單 後來我 因為書上沒有講 書上只有講 西利轉中壢 轉過去之後呢 就完了 為什麼 因為 你們要繼續練習的話 沒有了 因為 已經是民國了 你要再轉民國年 沒有意義啊 所以呢 後來我就教同學怎麼樣 再把民國年 轉回到 西元年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會教各位就是 如何把 民國年 再轉成西元年 執行一下 又轉回來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 轉過來 轉過去 轉過來 轉過去 那可以就切來切去 甚至你可以做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功能 甚至你可以做一個 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 讓使用者可以挑選的 像一個什麼呢 像一個 下拉選單 一個 用什麼 Radio Button 二選一 這樣之類的 讓他去選 你現在 中 要那個 民國年 就秀民國年 要 西元年 就秀 西元年 租 此類的功能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想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來撰寫 這部分 那實際上 這個程式的邏輯很簡單 各位可以參考 應該180 185頁的下面 這邊是程式的 那 基本上 我們第一個要去思考 這邊也有一些相關的解說 不過他是用那個 Wile回圈寫的 我覺得他寫出來的 還是沒有 File回圈來的精簡 那首先的話 要怎麼去轉換 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的程式需求 第一個 我要把這個範圍 怎麼樣呢 確定下來 因為我要轉換的話呢 我必須先 在這個範圍裡面 去找 找什麼呢 如果 裡面的資料 儲存個裡面資料 是日期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轉換 如果我是執行 西元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把西元年這個日期 減掉多少 年的部分 月日不用動 對不對 年的部分 減掉多少 減掉19 1911 對不對 然後再把它寫回去 就是明國年 OK 然後呢 判斷判斷 所以 第一個要確定範圍 範圍應該前面講過嘛 For 怎麼了 For i 等於 1到這個最後一個 For j 等於 這個到這個 那這樣不就是一個 一整個範圍對不對 然後他就跑回圈 一個一個 cell 通通抓出來 判斷 如果他是一個 日期格式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重新組合 再把它寫回去 組合完之後 再寫回去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 那同樣的方法的話 再抓出來 如果日期時間 然後呢 假設是 民國年的話 就把民國再加19 1寫回去 就變西元 所以程式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們也先稍微思考一下 OK吧 畫面先還給 第一個的話 先把那個 先建立一個 副程式 西元轉民國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我已經寫好了 不過註解還要再加 OK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 插一個程序 那程序的名稱 你就給他叫什麼 比如說叫做 西元轉民國 按確定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 新的sub 新的副程式 那裡面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 轉寫 第一個的話先確定什麼 確定範圍 那範圍部分的話 我們是for i 有沒有 i 等於的 1到多少 到15 那這個15的數字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寫成一個 什麼呢 A1 Ctrl向下的一個程式 取得到底他有幾列嗎 不過這裡的話 我們先簡單寫一下 OK 所以這邊的話 上面 先把這個 先格式化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 比如說就是叫 確定範圍 確定範圍好了 範圍的話 就是 先列 我的習慣是先列 列的話是 1到15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裡面有個 J 等於1到9 為什麼1到9呢 就是到第幾欄 A就是1 一直到 I的話是第9 所以 J等於1到9 OK 那當然這個9的數字 你也可以用什麼呢 點在這邊 Ctrl向右 也可以取得啦 那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 把前面 我們也用過類似的方式 取得到底他有幾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寫固定 先寫9好了 OK 再來的話呢 範圍確定 也就是說呢 這個部分的回圈寫完之後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呢 取得 從這個第1列 一直往這個方向 然後總共到第9 這個 一直往這個方向 然後呢 會去搜尋什麼呢 搜尋裡面的儲存格的值 那儲存格值怎麼取得呢 這邊的話 我判斷 如果 這邊有個函數 要特別注意 Is that 這個Is that 顧名思義嘛 是不是 什麼的日期 是不是期的話 Is that 主要的用途就是判斷 儲存格裡面的值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日期 年月日 如果是的話 then then怎麼樣呢 我們就把 這個Y X X就是取得 year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因為他是 日期 然後我就把這個地方 取得什麼 年 那年的部分 取到之後的話 因為我要把 西元年 轉民國的話 他的公式是year 減掉多少呢 1911 後面的話呢 我在串接一個什麼年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後得到的 就會是什麼呢 最後得到的就是我的民國年的結果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Y的部分是 這個month month 部分的話 取得month 部分 然後再加上幾月 然後一樣的方式 day 取得什麼呢 取得日的部分 最後呢 再把結果怎麼樣 寫回去 寫回去的方式的話 就是把 XYZ這三個 年月日 加上後面的年月日 再把它寫回去到 這個Sales 裡面 先判斷 四年 那就 重組成民國 再寫回去 所以重點在這個 什麼呢 判斷裡面 那尤其是這個 is date is date 這個函數呢 可能大家 比較少用 那你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is date 去判斷 是否為日期 然後這個 and if 最後的話 就跑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確定範圍 這兩個就是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就什麼呢 就是 第二個的話呢 判斷是否 判斷 是 否 為 日期 這應該是格式 格式 如果是日期格式的話呢 才去 做那個 底下動作 OK 那跑完之後 來看一下 現在是 西元年 對不對 那我前面講過 記得就是先把那個 呃 程式寫完 那不要急著按執行 就是呢 按F8 先讓他 主行來跑 OK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不是嘛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應該是 產品名稱 OK 產品一 然後往下 第二個是不是 第二個是 因為是這一個 2010 我們來看一下是 2010的 1月 1號 然後呢 我就執行 把XYZ 取出來 對不對 X是什麼 90 因為他重組之後就變成 99年 1月 1號 然後呢 再把他寫回去 有沒有 寫回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回去 OK 那往下 一樣的方式 讓他全部跑完 跑完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馬上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民國年了 你會發現全部都變民國年了 OK 好 那 可是呢 有轉過來之後的話 還要再轉回去啊 不然的話 你程式只能做一次 所以呢 要怎麼樣把 你的 民國 再轉成 西元 其實 道理 差不多 其實 範圍 不一樣 一樣嘛 也是在 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 4回圈 for i 等於1到15 for j等於1到9 都一樣 差別是判斷 也是要判斷 只是說最後怎麼樣 組出來 這個我想 這邊的話 稍微複雜一點點 那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民國 先試著把民國 細元轉成民國 那程式部分 各位也可以 比對一下 在185頁 它這個是 壞我回圈 壞我回圈 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邏輯都差不多啦 我想 剛剛我們那一題有講到 你們也可以試著看看 把壞我回圈的方式寫出來 OK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